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很快就回到第四節 因為我們都講的第四節 就是講與建築有關 這樣就你好像要 補充一點 剛才說白蘭茲很喜歡在西雅圖榴槤的圖書館 就是WAM Coolhouse的設計 近來有這個Light with Art的電影節 唯一一部關於建築的主題就是WAM 就是荷蘭的建築師 所以要提提大家 如果想認識這個建築師 可以去看這套紀錄片 它最有名的就是北京CCTV的建築是他演的 我想這部電影是很有趣的 是他的兒子在他父親的建築物裡面 找舞蹈員去跳舞 是這樣的交流式的紀錄片 而不是水蛇春的草白蘭的知識 而且也要補充一句 因為這部《走路》的媽媽 雖然她說這個導演 都是想拍攝一個叫做 八、九十年代的 那些優皮一族的文化 這些 其實使得世界改變的文化 由嬉皮去優皮的中堅分子 這個導演也應該是那個時期的人 但是他這次拍出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角度 就是其實他跟年輕人溝通的 這個是最關鍵的 這個我未必這麼多時間 講得出來 但是很多聽眾朋友 尤其是年輕朋友喜歡藝術 或者什麼那些 這個是很適合你看的 因為她最主要 其實你會看到這部電影最突出 就是那個小女孩 她的《機體白蘭之》的陽光小小姐 她經常都說 這是一個新版的陽光小小姐 她出場不多 不過她是影響了她的父母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很陽光 還有很有力量 還有是一種介紹兩代的那種溝通 那一部很正的一部電影 是其中之一 那麼那個呢 我是不說那麼多 因為我和你都是老人家 留待你看的時候 你自己畫掘 所以我覺得她用這個建築物 你正正地說 這個是屬於新世代的建築物 建築師的裡面 就是一種生態的作品 基本上她在那部電影裡面 她也說的那個叫做TED 那種新的那種叫做紀錄 或者講座的那種文化 都是屬於現在這個叫做數碼世代 那樣東西出來 她爸爸就是一個叫做數碼世代的推動者 西亞圖也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非常之精密的 那一部分就未必是我和你講 因為我去講的話 我們有些東西 那些就留給聽眾朋友 你自己看了 那麼說回來這裡 你介紹了這個紀錄片 不要錯過了 我們也要看看 Vam Kuhar 建築狂人 是的 那在今次的藝術祭 聖下藝術祭 那裏就有出來的 那你也想提及一下 如果講建築有一部這部藍芒片 你也會選出來 你說的 是的 講建築師做主角的 這部叫做初戀足跡101 應該是四五年前的戲 是的 但是這部是純愛戲 男主角接到單桌 要建一間屋 原來這間屋 就是她的初戀 原來她們當年是一起讀建築的一個女同學 那是帶出這個純愛出來 其實如果講起上面 你說最整體那個叫做藍芒電影 那個風格 它建立了出來 他們那種叫做戲劇的建築結構 是挺專注的 那麼這些我們可能 將來有機會可以再講多一點 那麼這部戲 你一講回那時候 我就印象又看回 又記得到 那麼這部 這部就相當經典之外 另外這部你也想介紹過 這部我真的想 我是舉腳 要大家去想看的 因為兩年前 在香港新丹子做 我看了兩次的 是的 那 都是一些男女主角 發展到那種叫做感情 那種感情 不一定是叫做情侶感情 甚至乎是 因為他們兩個人 是陌生人 在一個Columbus Columbus很重要 是一個建築 美國現代建築的重鎮 我經常說 看現代建築 要去Chicago 要去一些大城市 紐約 三番市 這個在Lewis Annan 州一個Columbus 的鎮裡面 你們上Google搜尋 就知道 是有些市長很刻意 要找一些現代建築師 來到這個鎮 去建建一些現代建築物 其實我自己看 我也想去的 一條街都去了 這個故事就是 那個女主角就是一個 很膽怯 但是因為這些建築物 她心愛這個城市 而John Chu 她是外來人 因為她是韓國仔 因為她爸爸來講建築物 而病了 她被迫留下 變成他們兩個聊天 就講了很多心事 在視覺上 你看這集就知道 就是在那些最有名的建築物 做背景 他們就在講心事 這些視覺 就是你剛才那一節就講了 其實是電影去拍建築 其實是導演 或者是視頻師 去重新去找那個意味 重新去找她的人物 不僅是同故事的意味 亦是那個建築物 那個角度 是讓你看到什麼 有機會如果真的 在香港再做 或者你們有機會碰到我 我會很興奮告訴你 我們已經有讀 有一次你都已經講過 我很印象 我到今時今日都還沒看這部電影 我知道是你心愛的作品 心愛的現代美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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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出現的戲劇 尤其是我們學的電影語言 裡面 都有那種建築的設計 在這裡 這個深層太多 可能一般觀眾 都未必會這麼容易理解 但這已經是大學課程 電影和建築的關係 但是說回這部走路媽媽 她基本上她的結局 是相當精彩的 就是這個建築師 就在南極那裡 這個也不是村橋 因為你去看那時候 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她的建築物 不過大部分看了之後 都說 嘩 如果這個建築物 在南極那裡真的做出來 很多人都很喜歡 想去看這個建築物 這個就是電影的神奇 我到目前來講 我還未知道 Kater 白蘭茲 她最後一場的建築是否真的存在 根據她的建築物 是真的存在的 除了藍圖之外 有些人是根據那樣做出來的 那她的模特兒 這個人物的造型 雖然有一個小說 可能也有一些真實的基礎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建築界 遭受這些挫折的年輕人 或者這一代是無數的 當然變成是女建築師 是更加重要的一層意味 其實男建築師 把他的個案說出來 其實也是這部電影的原型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好玩就是這個 他說了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今時今日 很多年輕人都會面對的一個 就是天生惡才 但是為什麼會不受容的呢 嗯 你根本你是有一個這樣的才華 但是無奈 無奈 這個社會裏面那裏 就有一件事就是 你有這個才華 但未必有那種機會 嗯 或者未必有那種叫做幸運 這件事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 如果你去看的時候 你會很感受到 他有這個題目出來 嗯 因為這個導演 我覺得他經常拍攝的時候 他講人生的故事 他很銳致 尤其是之前的那部 我想大家都會有看過的 那部叫做 他有很多其他電影都很厲害 那趁現在的時間都不是很多 那我就想提回 你有沒有解釋 是 因為 走路媽媽 其實有很多東西說 因為我 我已經給了他 四分半 接近完美的一個 近期看的電影 就是 在那個2019年的時候 我選擇 就是目前最好 就是這個走路媽媽 那為什麼會覺得他這麼好呢 其實這部電影 都令我想起 有一部電影 很早 我看完那一段時間 在南極 接著就是西亞圖 那時候 就是 就是又是這部電影的 再延伸出來 因為這部電影 其實它那個 你要講名字 這個叫 Lims Island 中文名字 我忘記叫什麼 我沒有看過 Jody Foster 是一個 其實跟基地白蘭茲 都一樣 就是說 她 是一個 很聰明的人 很厲害的人 但是奈何 她自己 把她自己 混在那間屋裡 但是 她 認識了一個小女 現在小女 就是當時 剛剛做完那個 叫楊光小小姐 就變得很出名 我覺得你一直都 剛才說的 那個女兒 是楊光小小姐 是呀 就是這個 她就是 這個楊光小小姐 這個小妹妹 她本身 她就是很 她爸爸 就是戰狼三伯 這個已經是來的 她爸爸就是戰狼三伯 一直在一個叫 Nims Island 那裡 她很久沒有見她 於是她就約了一個 就是在網上那裡 就約了Judy Forster 就一起去找她的爸爸 去到那個荒島裡面 她就有一個奇遇 而 她們就變成了 後來你會看到一個結果 她們 雖然這個不是她的親生媽媽 但是她們就變成了一家人 這部電影不是建築戲來的 這個是 不是 就是 歷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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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哪裡 是 去了一個荒島的地方 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 第一 她也是 在之前那一刻 一個很受歡迎的 一個小說 而這個小說 就是那個作家裡面 你會看到 就告訴你 現在這個時代 尤其是少女開始 你成長的時候 你最應該就是 你有一種叫做 新的一種 觀念 要出來 的 時刻 所以 這個 楊光小小姐的 那種概念 就出來了 楊光小小姐 我想大家都記得 一個小孩 她參加選美 一家人的路途裡面 那裏 的成長故事 這部電影 你會看到 立即接著 說回 這種少女 世代 就出來了 而且 大家都看這部電影 還有看 很多人都說 會錯意 那個人是Judy Forster 很好笑 楊光小姐 你要看這部電影才知道 楊光小姐 不是的 有些人還沒看過 Judy Forster 有一部電影 不會 有人問過我 笑死 笑死 我不是 那個機體 白拿芝 如果你看這部電影 你就會明白 怎麼會這麼多人 會錯意 一個而已 不是 那也是有人 OK 你不要咬這些 浪費小的事情 你把那些事情 概括了 我們不再說 因為 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機遇 她故意 因為我講了 我看的時候 已經覺得 Judy Forster 跟她是陰謀相連 還有 基鐵白拿芝 她做的那個 不是我們以前見到的 基鐵白拿芝 因為我們以前見到 那個基鐵白拿芝 就是 Woodie Allen 那個人 但是她自從她拍了一個 叫做什麼 藝術家宣言 還是什麼 對 很厲害 她告訴你 我基鐵白拿芝 是有很多個 好像二十四個比例 比例 就是那種人 她可以分裂到很多個人 很多個藝術 很多個文化的形象 告訴你 這個 她變成一個 叫做八變的形象 我覺得 這部電影 都看到 她在做另一個 集體白拿芝 她在做另一個 除了這個之外 這一部我更加要 包底的 因為當我看完 那個 走路阿媽媽的時候 我一直都記得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是 Where the Heart is 又是Rare 中文是什麼 我忘記了她的 我也忘記了中文名字 這部電影就是 尊波曼 即是 後期 因為尊波曼 這個老導演 未必會有這麼多朋友 會認識她 但對我們來說 譬如《激流四勇士》 有很多戲 其實這是一個經典的作家 好像這部也有一套 他的科幻電影 是吧 《新康樂眠》 那部電影 他有這部電影 是一個負責人 但是那些子女 有一次 那些子女 就知道 他要爆出 一間建築物 一個很古典的建築物 那時候 他就整班的子女 就走進建築物裡面 佔領了建築物 而且 將建築物 變成了 他們的藝術室 那裡面 就有很多很多 你看那些畫 很漂亮 而且 他在那裡 就看到 原來這間屋子 是不應該拆的 因為它是代表 不是舊的東西 是一實地的東西 你就是要拆的 那麼 他就去到最後 那時候 他就跟他的子女 一起去對抗那個 對抗那個 對抗那個 即是 一定誓死要拆的 那個 即是 那幫人 尤其是 地產商 那些人 裡面 就跟現在這部 《走老媽媽》 那個 《二十里》 的那個事件 我覺得 他是有些呼應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導演 他基本上 他 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間 《走老媽媽》的時間 他也想起這部經典電影 因為它又叫 Where You Go 而它叫 Where You Have It 當你走了 遠方的時候 其實 你的心 是否跟你一起走 這是最關鍵的 你也說了一件事 如果一部英語片 它的名字 有一個Where字 你要思考 即是 屋也好 家也好 還有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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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應該在哪裡 是 這個其實現在是一個 一個沉覓自己的所在 沉覓自己的心在何方 的一個時刻 我覺得 今時今日 我想很多 我們現在下街 有另一種看法 我們有另一種經歷 因為我們現在的街頭 都已經在熱騰騰騰的 但是在街頭那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 還有看完這部電影 那時候 你又找回 我剛才介紹的那幾部電影 尤其是 Where The Heart Is 那時候 你可以在街頭 你現在身在何方 還有你的心 和你在一起 這個 除了你問自己之外 你問你見到的那些人 你會發覺 我想多數都不回答你 但是你會拿著這個問題 你可以在這裏 你解釋到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最終 你要找回 你現在是在哪裡 你的心 你的心 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我就回應你 我直接一點 這個問題就是 問你 Where Is Your Home 對 就不用你走到街頭 或者走到街頭 或者在家裡 你再想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的家 如果你覺得 有些陌生的 但是你又認為 這是你的家 你應該奮力 令到他真的變得很漂亮的 周圍的牆壁 是你認同的 是 你很自由 周圍走 沒有人理會 還有你 可能你如果跟你家人 有爭吵的時候 你再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你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家 嗯 不是說 這個是你的家 還是我的家 是不是我們的家 嗯 這個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 是不是我們的那個 日常的環境 然後你可以問一下 昨天是 現在呢 大家想想 這個時候又差不多了 這個時間 好 很感謝大家 這個時候 都還是支持我們 那麼我們電影有毒 裡面呢 就是 繼續會再和大家 去挖掘 有很多電影 其實呢 在香港那裡 做的時候 裡面可以有很多閱讀的 好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 電影有毒 好 拜拜 拜拜